搭乘公車行駛在大街小巷的這台307號稱公車之王 不只班次最密集光是一天的載客數就高達7萬人 有公車之王的美譽還因為它橫跨了雙北地區 包含像是小巨蛋西門商圈甚至就連板橋車站都非常方便 而從307沿線路段也可以找到買房經濟學 沿線路段房價凹陷區也曝光 當中總站江翠北側重劃區就有入榜 買房跟著公車路線走除了中和地區外 就連板橋區中正路也名列前茅CP值高 還因為旁邊這條379項拓寬計畫終於開通 可以串聯板橋舊市區及重劃區 開闢的這條道路已經紓困了交通問題 又紓困了新舊設計的連接 現在我們ABG的連口數越來越多了 江翠北車重劃AB區鬧鐘取勁加上連外道路多 開車騎車都很便利 所以過橋就可以抵達北市萬華 新北 新莊及三重 也讓這區預售屋成交量佔了板橋區約八成之多 江翠北車重劃區呢 它跟台北市只有隔一座滑江橋 其他還有包括像是新北環塊啦 台64線等要道 而且也臨近板南站的江子翠捷運站 另外像是台北的公車王307也有經過 所以在交通上是非常具有高度的便利性 相比西凡特區江翠北車重劃區屬於房價凹陷區 磁吸的買氣仍可期待 東彩新聞 楊昭布以文 新北報導